今天一天每一天都想你 白天每夜都要在一起 沙漠又從此變得 精彩又去 我要大聲的說我愛你 Up Radio 是我氧氣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若果肉其實才能過得下去 寧可讓你不再學我的天氣 沒有奢望一路都是萬里無語 只說在雨季後要能看見花季 你沒那麼聰明我沒那麼粗心 就只是捨不得把自己叫醒 得著心事擁抱因為很想珍惜 但對太努力的愛情都是悲劇 怎麼情歌總是比情人還懂 情景卻不親密那種寂寞 在一個屋子還有手機溝通 不覺得奇怪的人是不是明朗 感謝情歌總是比情人還懂 時間晚上的8點02分 歡迎回來鬧著玩音樂的第二個小時 這首歌大家應該聽到都會唱了吧 畢竟我就是一個打歌狂魔 都不是我自己的歌 都一直在幫朋友打歌 而且我上一個小時還播過梁文英耶 我可以說話了吧 可以了今天第二個小時的來賓 就是梁文英帶的新專輯 情歌比情人還懂來了 耶 我來了 哈囉大家哈囉 Queen 嗨嗨嗨 你有被那個後援會翻死嗎 翻死了每天都在許願 我每天播梁文英的歌他們就會許願 可是你已經非常的盡力了耶 我很盡力了各位知音們 所以他們才會你知道就是更敲碗 他們敲碗其實很可怕 很可怕耶 但是我都默默的 敲碗然後情勒這樣子 拜託一定要拜託求你這樣子 然後我都會默默的被他們牽走 就說好啊 所以我自己看你一個訪問 你就說你今年都在圓粉絲的夢 對 你是今年還是這輩子啊 我覺得特別 我覺得特別這一兩年他們特別激動耶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對 你就是把他們寵壞了我跟你講 寵壞了他們才會這樣這麼大膽的要求 但是他們也是很給力啦 就是不管是演唱會或者是應援啊 活動 對 都會看到他們的出現 我看到他們的應援商品 我已經想說 這樣還有人要買我的專輯嗎 怎麼樣 很厲害耶 很醜嗎 那個不會啊 就是一些小巧思啊 然後那一天 你說LED燈牌之類的 對對對 然後還有發 衛生紙 他們有那個應援的那個海報嗎 對有有有 然後因為那一天很多人哭嘛 就有人在說什麼 衛生紙不夠啊 我想說你們下次就注意 做衛生紙 對 他們有做 選舉候選人的那種衛生紙 他們有做 但有些人就是覺得就是微哭 應該還好 沒有微哭啊 你自己都愧題了 對我自己都愧題 其實我也沒有想到 我只是覺得這些歌應該蠻療癢 我有看到工作人員第一 就是穿黑衣 黑衣全身黑衣服的男子 第一坨衛生紙給你 我直接出戲 誰 工作人員啦 我有拿衛生紙的環節嗎 忘記了耶 哇這個女明星在失憶耶 我直接大失憶 有嗎 有 你是嗎 是嗎 因為我看到的那個回播畫面都是 我在那邊 像哭的很可憐很孤單 嗯哼 我覺得一切都 還好燈光比較暗 一切都太進入狀況了啦 所以就有些小細節真的都會忘記 是不是因為那個場地其實頗大的 然後你也蠻看得清楚大家的臉 就那種感動會更深刻 我是可以聽得到耳睛拿下來的時候可以聽得到錯氣 蛤 或者是真的很暗 像我們有些歌不是都會突然安靜 連音樂都沒有嗎 喔對對對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稍微聽得到 但是看是看不太到 因為我們就希望暗一點讓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小世界 哭的時候不會太明顯這樣子 對對對 有些人一個人來聽 或者是 就不想要讓別人看到自己哭的樣子嗎 天啊 在演唱會就是揮灑自己的情感是最爽的一件事了 對啊對啊 還有大聲唱歌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啊開始問了 好今天主持人是梁文英 欸我很想知道欸 我是認真的想知道欸 我覺得呢 其實因為我看過你上一次 Zab New Taipei嘛 對 那只是去年的事而已吧 對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你的唱法 因為這次是風格完全不一樣欸 我其實覺得是完全不一樣的 喔 你覺得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蠻不一樣的欸 包括你的 因為有新歌的部分 所以我覺得 那跟上一張專輯聽起來好像 整個層面又更廣了一點 你是說音樂本身還是我這個人 都有 因為我自己 還有舞台設計啊什麼的 我自己是覺得更明確 但是 嗯 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可能真的就是要看身邊的人 比較準 我覺得應該不算是不一樣 應該是進化了 嗯 因為我那天不只是 我們青蛙二班做一整排 嗯 然後上一次 上一次去看你的Zab New Taipei 所以只有我嗎 我跟魯學位 沛茨也在吧 沛茨也有去 對啊 然後那天 呃 沛茨坐我前面 然後我旁邊就是沛瑤跟定一帆 嗯 然後他們都覺得 呃 你變了 是好的還壞的 但是好的啊廢話喔 從他們口裡說出來的話 可能是聽一半喔 哈哈哈哈 沒有他們都很感動 因為你前面就是你知道 那個從那個拱門走出來的時候 然後開始唱一連串的歌 你現在是在講前幾天那一場 對啊 對啊 我是在講新的那個啊 10月12號那一場 嗯 然後他們就覺得定一帆就一直 不斷的讚嘆說 我覺得兩位音變了耶 我覺得他的聲音又更進化了 變得更精緻了一點 因為我們也認識幾年啦 我覺得他就是會長大 你們現在在唱歌 我也就覺得也會很不一樣 我其實覺得會不會是你自己在 嗯 就像我剛剛問你的一樣 就是你的共鳴啊 或是唱法 然後你自己在 唱歌的時候 你會有自己說故事的方式 也是有改變 我覺得我太容易 我的聲音 我覺得自己的優勢是 嗯 我心裡狀態怎樣 唱出來就怎樣 我覺得這個有點 比我臉上的表情明確 就有時候 你懂我意思對不對 就開心不開心 都是寫在臉上的人 對對對 我不是很容易在臉上表現出來 就難過啊 或怎麼樣 我都偏淡定嘛 就ㄍㄧㄥ嘛 可是我 所以才會被人家說耍大牌 對對對沒錯 沒錯 耍大牌就是我本人 哈哈哈哈 嗯 但是聲音就騙不了人 我覺得是這樣 對 但是我那一天也覺得 你不會像以前那種 呃 我有一些地方特別要去誇事的時候 我會唱得比較用力 嗯 或是會比較突出一點 嗯 我覺得你那一天都到最後一首 你都控制得很好 oh really 因為我中途有覺得 哭成這樣子 對啊 哭真的好難唱歌喔 對但是到後面的時候又覺得你好像 然後又開了又回來了這樣子 我原本一直在拿捏 我到底情緒要釋放到什麼程度 因為我就是笑點哭點都低的人 嗯 可是我不能整場都在哭喔 我是發瘋嗎 可是到後來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把自己給現場 然後 嗯 當然我們在專業度上的調整還是要有 有有有看得出來 有聽得出來 有聽得出來你在維持 對其實第一首歌的時候我就已經很激動了 有時候走出去的時候嗎 對對對 我那些其實那些導演做的視訊啊 我都演唱會完我才看 嗯 因為 尤其是後面加拿大共和國他做的那些 視訊戒指啊 嗯 結婚證書 那些導演就說 你現在不能看 我說 我先不要看 我先專心唱歌 拜託 這演唱會對你來講 你才是最痛的人吧 我覺得我必須要試啦 我希望我自己試 嗯 我會覺得 在台上更踏實這樣 確實 確實我覺得這幾年當然 呃 不然工作上生活啊 情感啊 就是 當然很真實的去經歷一些事 不過我也很開心 我有把它努力轉換成我想讓大家聽見的音樂 我覺得我們根本就沒有在兩文音的身上看到傷心或者是難過耶 有吧 我還是有吧 你還是有 可是我覺得你就是把它笑話的蠻好的 嗯 對 所以就是你好像 嗯 蠻容易翻轉那個快樂的能量 就是如果我要出來面對大家的時候 嗯 我就可能可以在此之前先消化掉 我也覺得耶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你可以跟我們一起就是 可以跟我們一起感受 讓我們一起感受你的傷心難過啊 我 我 我不知道 我覺得麻煩別人耶 為什麼會麻煩別人 就比如說我們一起出去喝酒 或是去幹嘛 然後我就要一直在那邊報獎我的事情 可以啊 那如果大家只是今天來很開心 嗯 只是想要放鬆想要玩 應該是可以看場合啦 有些時候是我們今天聚在一起 嗯 就是我們大家可以彼此丟出自己的垃圾 嗯 反正這些垃圾只有這些的人會懂 對 當你跟別人講的的時候 那些垃圾就永遠都會是垃圾 可是其實我們想要碰面的時候 我真的都是開心的耶 對我也覺得 我要怎麼樣突然想到不開心的事 我要多把握我們一起很開心的時候 我也覺得 其實也不用ALCOHOL 不用補充酒精 我們就可以快樂了 沒錯 好的 真的非常恭喜你就是那個演唱會很成功 謝謝你們來 真的好開心 那 我本來想說你們會坐後面一點 我沒想到他們 我也沒想到我們坐那麼前面 我在 我在測台 我心裡想說 是會如雲嗎 所以你不知道我們會坐那麼前面 我不知道啊 因為我們那天 就覺得 哇我們坐太前面了吧 或你會不會一出來看到我們會直接笑場那種 然後請分配到邊疆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們也是想坐邊疆 我們完全不想影響你耶 對啊我會想說你們應該就想要躲起來 不過OK我覺得是 只怕你笑場啊 我們一整排 我太認真了 對啊還好還好 而且反而我 有時候導演要我走位嘛 他會在耳機裡面講 威依你現在往右邊走 我都會有點不太敢看你們右邊 我會哭啊 我會哭是不是 不是笑出來喔 我會笑 我會哭 真的假的喔 因為我覺得你們陪我一起經歷太多事啊 從我以前還是個傻妹的 雖然現在也沒有多聰明 但是我覺得你們也陪我一起經歷很多啦 我們一起長大 對 一起變得更成熟一點 而且那一天還有詹哥耶 如果我自己在台上我會哭 我沒有看到他耶 我跟你講他還特別 我拍了影片他還特別說 威依我是詹哥 我有看到啊 我胖了我怕你認不出來 哈哈哈哈 我好大笑啊 看詹哥好貼心 我說你 我過幾天有傳那個簡訊給他 謝謝他來啊 但我後面有備註說 下次喝酒不要再跌倒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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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跌倒是合天的事 太好笑了 我說 是你要跟星光二班一起 有時候要來補習一下 我們救你 對啊 沒錯 可以看到他真的很感動 真的耶 那瞬間會彈回去以前比賽的時候 就覺得 欸我又變回小朋友了的感覺 嗯 哇這張專輯 現在要聽的下一首歌 已經敲碗敲到碗破掉了 於是直接把它收錄到專輯裡 下一段我們繼續來聊 聽這首慢一點 後圈 總匆匆忙忙 給真心 給承諾 為證明什麼 忽略愛情 不只是欠vention 体会的不多 还装作很成熟 一次次失落 走的颠簸 心都变斑驳 到准了我们的始终 慢慢呼吸 慢慢贴心 我才看见错过的风景 被托慢一点遇见我 在亲吻的时候 被托慢一点爱上我 爱我很骄傲 被托慢一点找到我 感动来了以后 被托慢一点爱上我 爱我是我 因为经过了这么多伤和痛 再慢一些才能够把爱好好放心中 就成了我们的始终 对的时候 一起回头 好好珍惜 现在的风景 被托慢一点遇见我 在亲吻的时候 请人人们 今天雨天每天都想你 pup radio 是我扬起 我 就一起 在一起 开往南方路车 熊悉的景色 这一次就不再难过了 双根红香功德 转变成绿德 过了时间也懂了 让我转动手中方向盼听电台里播着 全风的歌又能开心河 路过风里木下飘落 泛黄的片刻 那时的我总在你右侧 蜿蜒曲折也没亏待 这一路走来 过去功力都还记得 不知有感慨 穿越黑暗隧道尽头 注口总会在 下一段我重新计算 为你不释怀 还没到目的地 你提前下车 那就换我脚踩着油门 你的斑马先保存 回忆的深刻 哪里结束从哪里起场 蜿蜒曲折也没亏待 这一路走来 时间温热8点20分 欢迎回来闹着玩音乐 我是DJ慧玲 坐在我旁边的是梁芸 嗨 刚听到这首歌曲叫 归零后释放 释怀 释怀 对不起 归零后释怀 我一直讲到归零 然后一直想到你演唱会 那天一直讲归零高 对 台下有人一直喊 归零归零 然后你就说什么 归零高 歌名要讲完整 归零后释怀 在那边归零 归零后释怀 对啊 释怀什么释 而且 而且我们有些歌名很常 情歌比情人还懂 对情歌比情人还懂 一首遗憾的歌 一首遗憾的歌还好啊 四处差不多啊 一首遗憾的歌 情歌比情人 诶 多一个字而已诶 对啊 你看他的 你看他的脑袋 怎么了 归零后释怀 刚刚有人问我 为什么 诶 刚刚有人问说 我有没有想要跟 梁芸茵一起拍归零后释怀的MV 为什么 奇怪 这不是我写的 原因是 你们在那边乱凑一些有的没的 想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比较释放 释怀 释怀 是哦 刚刚那首歌听起来就是 专辑里面稍微 比较节奏快一点的歌 对啦 现在听到这首也是 这什么 很多喜欢 哦对 这就是法兰歇的词 对这首歌就是法兰的作品 那这一次梁芸茵也有参与创作 有 在专辑里面 从一首遗憾的歌 写词 然后 代替你说完 我觉得你下次要带笔记本 不是都在我脑袋里 但是我要想一下 代替你说晚安 对对对 是我在创作营里面 玩出来的一首歌 在创作营的时候 你是负责 你是写词吗 我是负责 没有 他就一个 他就是一个team有 嗯 这样几个人 四个人 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能 可是你如果对词 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 或是对编曲 就是很free 这样子 很free 然后我们其实是 就是去的时候就有想说 我想要有 一块一蔓的歌 哦 就是想要带回去专辑你的歌 就对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那天其实写了 两首歌 但是另外一首没有收在专辑里 为什么不好听 发现官师敏 对发现官师敏 他们那一组的比较好听 哈哈哈 我们去面后面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听歌会嘛 哦 然后我们就说 哦 这首歌 怎么很好听 好像可以放专辑耶 然后就说可不可以卖给我们 哈哈哈 于是就收了 对啊 因为其实蛮多好歌 都从创作营出来 对真的 有比较就是有伤害啦 只是我觉得那主要是去玩啦 真的 超好玩的 跟一群音乐人 然后我又一直坚持说 很棒 很像玩乐团的感觉其实 对对对 我就说我十点以前要回家睡觉 鬼姑娘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很敢 然后吃饭的时候 他们都不敢去吃 因为歌手本人十点要回家 这是你平常的作息吗 我不相信欸 差不多啊 真的假啊 十点欸 你是宝宝喔 就是十点我想要 两宝宝 已经准备 就是 入睡的状态了 十点吗 我就脑袋会自动关机 我没办法 那我们以前录影这样子 录到凌晨 那时候那么年轻 你是自动导航吗 你自动导航 那时候那么年轻 什么都能做啊 现在就是 一下来录到真佩慈睡着 蛤 你忘记了吗 你说镜头带到她的时候 她在睡欸 很像她的做手 哈哈哈 而且她又比较高 她每次都坐在后排 然后就很明显 很明显 就有一个人这样低着头 睡着了 假装听歌 哈哈哈 其实是入眠了 入眠了 镜头照到她 我们要打她的大腿 我都在干嘛 我想想 抠指甲吧 抠指甲 都在紧张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十点开始 要准备很多入睡前的仪式 不是啦 我是说比赛那时候啦 哦 比赛那时候 对啊 你就是一直都看起来很紧张啊 对 太 对 太serious了 嗯太 太专心了 没有放轻松 你是不是 就是好 这件事情我们好像上次有提过 就是完美主义这件事情 有越来越好了啦 你该不是 我觉得你是想要把事情做好 对 但是我生活 应该是现在是生活上会这样啦 嗯 但工作上我觉得 毕竟音乐它还是一个有情感的东西 不要 确实 制式化的去做它 不然就不好玩 而且我觉得跟它相关的 像电台也是 对 以前我都要很清楚 每个主持人的名字 然后他们会问什么问题 对 然后我都要先想好写好 这样子 对啊 去电视也是 所以你看今天还要松到爆耶 应该后来几年已经好多了啦 自己可以 自己可以控制了啦 对啊对啊 好 好 那我们还开始进入到专辑 刚刚讲了好多演唱会的东西 嗯 这张专辑叫做情歌比情人还动 这个名字是歌先出来还是这个 专辑名称先出来啊 你说这首歌啊 还是这张专辑啊 我说这张专辑啊 其实我们改过名字 Really 那原本是叫什么 为什么听情歌 哦就是演唱会的名字 对对对对 啊 但是因为姚若隆的 老师的这个 嗯 歌名太 强了 这是一语道破啊 其实做专辑 你应该也知道就是 到后来都会有一些很微妙的变化 对 然后你就要顺着那个flow 没错 就是做音乐的flow 他中间会有什么样的碰撞 然后我们可能改变这个 然后没错 他就成立 然后就觉得哦好惊喜哦 我们本来要这样 可是后来这样 然后 就是有计划 但是也允许变化啦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不用抓得那么紧 没错 所以 我们后来还是让演唱会叫做 为什么听情歌 对 然后我们就把情歌比情人还懂 变成专辑名称 直接变同名的专辑名称了 对对对对 因为我一看到情歌比情人还懂的时候 我觉得哦 好贴专辑哦 也很贴你耶 对 因为你一直以来都是 算是一个唱很苦的情歌 对我从星光都在这样了耶 在那边流浪记啊 可是流浪记不算情歌吧 我觉得他也算是 也算耶 就是另外一种 比较不一样层次的情感 对像 对像不同 对 然后中间也唱了一堆 像我今天看 嗯 那个看是翠还是IG 就有很多人说 想听黄色夹克啊 然后什么的 眼上会没唱到啊 我真心谢谢你们有喜欢那些歌 哈哈哈哈 我们那天也在想 欸我们今天没有唱一字起耶 没有没有 因为这次歌我觉得太 因为我一开始列歌单的时候 嗯 是满出来的 就是导演有给歌的空间 嗯 然后还有很明确的表格这样 嗯 然后他就 我就写到一个大超过 后来只能伸去法 嗯 然后就把它缩减成我们在演唱会看到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 就是现在的良文 对还要考量到整个故事性的流畅 还有歌名朋友敲碗的歌 沒錯 嗯 所以这张专辑叫情歌比情人还动演 就是说在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情歌 都可以安慰每一个时期的听众 嗯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也是 他 这张专辑太我了啦 嗯 我觉得有点 在唱 欸我怎么在口鼻子 有直播欸 哈哈哈 他等一下皮涕跑出来 忘记了忘记了 忘记了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就是 我 太投入在每一首歌了 你说演唱会的时候吗 还是录音的时候 录音的时候 就是 我们其实 嗯 两个月录完 可是当我要跳到下一首歌的时候 哇 有点出不来 就还在上一首歌里面 其实我们有时候一天录两首喔 但我 哇好厉害喔 对 那隔天当然我们会唱 我会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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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一下然后唱一下和音这样子 我会唱一天可以唱到两首歌 赶时间啦 所以那你觉得在录这张专辑的时候 又有 有没有一些变化 跟之前的梁文英 嗯 嗯 比较明显 自己比较深刻的感觉到 好了 我以前 最简单的一件事 嗯 我以前只听我的Vocal 哦 我现在 你只在乎你自己的声音 这样子 我现在很 听音乐 就是 整个vibe 对 然后 我 也心里也有 跟我脑袋里面也有 嗯 多的空间让给辞曲人进来 嗯 懂你的意思 嗯 就是把这个舞台也让给其他的 存在的乐器 因为 这些 老师们 都是在琴歌里面有非常 多的经历 对 有多的经历 然后 我也许 以前比较多是觉得 好 以前比较好 比较多 是觉得唱好就好 嗯 现在就是 会想把故事说的更好 说 嗯 没错 下一段我们来继续聊先进广告 不过于冷润润 结局就会更加疼 是风浪感情显得更 认真 谁是最佳词人 人孤单在角落深更 关于曾经爱过的人 那年伤心翻寸 我也是最佳词人 抱歉 未来 那年又什么 呢 梦编 promotion 雪 佳 梦呢 再 年 最佳 监 眼 呔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一面硬币滚落在人来人往的街上 谁会发现遗忘的故事 时间晚上的8点34分 欢迎回来闹着玩音乐 我是DJ位如云 坐在我旁边的是 我是婉音 现在听到的这种背景之歌 BGM是《寂寞之光》 这张专景已经十年了 梁婉音 十年了吗 我现在听反而 有些歌 现在听更感动耶 为什么你这首要摆在演唱会第一首 我们第一开始其实那个就是 我们这次是用场景去做这个演唱会 一刚开始就是通勤 然后再来是一个人的房间 然后再来 有床 然后像 我觉得这首歌就很适合拿来做开场 就尤其导演前面写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寂寞的 特别有些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坐公车啊 或是坐街运啊 看到很多人的时候 你反而会觉得你身边围绕的一群人 可是你其实是一个人 对对对对 我是想要用这首歌去打开大家的心 就是我们准备要填补你内心那个 今晚的疗愈准备开始 对 大家准备好要上这台车了吗 嗯 没错 嗯 那在这张专辑里面 哪一首歌是第一个完成的呀 很多喜欢 哦 真假的 那很特别吧 真的耶 其实我们这次因为时间比较紧迫啊 所以我们是哪首歌先好 我们就先录那首 所以我其实有一点 就是要转换来转换去的 这不是按照去本来的 对 可能很多喜欢下一首录短痛 那种 就是情绪落差很大的那种 有点神经 那你觉得你自己在 就是在录这张专辑的时候 有没有比较 不是很舒服的哪一首歌 你是说不舒服 心理上无法承受的吗 心理无法承受也是 就是你好 可能会有没有哪一首歌 很符合你的一些很旧的回忆 然后你不是很想要讲 嗯 或是你觉得你讲不出来 没有欸 所以每一首歌都录得还蛮顺利的 嗯 我觉得 有些时候我自己听到一些歌 嗯 我很快就会认为它与我无关 可是仔细想一想的时候 嗯 其实是有的 我觉得人很妙的就是在这里 你觉得自己很特别 但是其实你跟大家都很像 嗯 我觉得这点蛮好玩的 也可以倒过来讲 你觉得跟大家都很像 但是其实你很特别 什么意思 就是也是一样啊 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在处理啊 对啦 对啦 就是每一种面向嘛 的情感 所以我觉得也很清楚 每一首歌它当然 是我情绪里面的一个部分 嗯 才会把它收到 专辑里面嘛 嗯 但是唱的时候才知道 哇 其实这么深刻 对 那有哪一首歌 你觉得是最深 很深 很难 你需要全身的力气去攻住 撑住它的那一种 情歌比情人还懂 哇 我绝对选这首 嗯 因为 我第一次听到我自己录好的版本的时候 我就眼泪一直流 不是那种大爆哭那种 我就是 很安静的落泪 对 我就不知道怎么怎么搞的 就是 很像 呃 可能也因为它的歌名 跟它里面讲的东西吧 嗯 我很害怕疏离 嗯 就是 我一直对人是很 哇 热情 对对对 所以 尤其 可能对方的 转变 会让我觉得 可能 要发生不好的事情 你会害怕吗 嗯嗯嗯 很害怕 但我就觉得这首歌讲到我心里面 最 没有 不敢说的 就是情歌 一块 比情人还懂 对对对 嗯 所以你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就是会在这个唱歌或者是听歌的时候 嗯 释放自己 而且我 我这次 有一种感觉就是 有时候我唱这些歌 我会 很动容 我会哭 是因为我其实已经预先为那些听到的人心疼 因为这些有些歌真的太太悲了 太痛了 对所以我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想说大家可以吗 就是我还要做到这样就是 我知道你们需要这些歌让你们的情绪有出口 对 可是我就已经预先觉得很心疼听到 你已经先先看到有一些人会流泪 对对对对 对对 没错 也是因为我觉得你自己也经历过疼痛 所以你才知道有多痛 是 我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伴奏 嗯 因为呢 因为呢 呃 当他听众知道梁文英要来闹着玩音乐的时候 嗯 就有人每天都说 拜托一定要叫梁文英唱伴奏 拜托 伴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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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奏 这样子连讲欸 一整句 主持人现在在北上哦 注意一点哦 是这首吧 对 没错 为什么这怎么会这么要命呢各位 没有就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啊 对我也很重要 为什么会这么要命的一定要听到伴奏 因为很好听啊 哈哈 那你唱一下你唱一下啊 等我我要歌词欸姐 你要歌词 那那个我的专辑 来来来来来 你的专辑 这不是样本吧 不是 你等一下要帮我的专辑签名 嗯 当然 曾经也觉得有些困惑 还要找哦 不愿意退压 你几手啦 哈哈 怎么会有人这样子 不是啦 宣传奇艺拜托一下 OK 第四首啊 我是考你们的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还在找 好 有了 好来哦 那你可以放着我跟唱啊 好放我放 梁文音可以陪我唱 真的 可以听得到吗 OK 好 总习惯用双手默默的给予最安心 稳定的伴奏 一个眼神你就能看懂 我的脆弱 总喜欢在身后 温柔的成全我每一个做过的梦 让我能够一首接一首 唱出了自由 可以了吧 奥曲 可以了吧 好恐怖哦 随便唱就好听 我真的是随便唱 哈哈哈哈 没有 开玩笑啦 有空我在自己录一个完整版 好 给我的歌迷朋友 对 给你那些情勒的粉丝 对 今天先让他们指指痒 不然你们 不然一直在那边 每天来这边情勒 好啦也是可以啦 可以让你们来这边撒野啦 他们也很爱你好不好 对啊 我这毕竟是每天都会on air的节目 对啊 大家就是有话就来这边说 而且我已经很努力 我每天都放梁文英 真的啊 我真的是每天 我都拍写了 every day的梁文英 真的 对还有 你要当主持人很多年哦 拜托 哦好啊 你不准给我雷支 哈哈哈 你也不准 你也不准要唱很多年哦 唱一辈子 歌手本人也要情乐了 结果明年就没有这个节目了 开玩笑的啦 哈哈哈 不要这样子 好啦好好笑哦 那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这张专辑里面讲了很多的 孤独 孤单 或是某种分开 跟失去的状态 那有没有 很幸福的梁文英呢 哇 你很会播歌耶 嘿 哈哈哈 嘿嘿嘿嘿 欸这首是什么 一首遗憾的歌 YES 我记错了啦 我以为是你要播对作 哈哈哈 没有没有 还没还没 呃 我也很喜欢对作耶 我也好喜欢哦 嗯 幸福 其实 嗯 我们这次 像我刚刚讲到的那首对作 嗯 我在跟制作人讨论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现在好多人的爱情观都是这样 好像也不一定要走到哪里 哦好想死耶 你就是 他里面 歌词里面讲的都是一些很日常的 呃 画面 我觉得这些日常其实就是很残忍 对 可是 就是当你在把它拿出来用唱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哇 我 我会好好珍惜 这些日常 对对对对 真的耶 真的耶 这个好像真的是我觉得 有失去过的人 嗯 才懂得 才真的会很珍惜每一个很简单的时刻 对 你知道我刚录完的时候 我就给我一个很好的姐妹 她们是夫妻 嗯 嗯 可能因为最近为工作的关系 她们就必须分开 所以就会有一些争执 嗯 可是她们其实就是很相爱 只是 嗯 其中一方比较依赖另外一半 嗯 两个人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 就很 可以在彼此的身边 对 就很好了 她就用对座去 形容那个当下 这样 有点像是我们 我们可以每一天一起面对面吃晚餐 嗯 或是聊天 因为当你们 嗯 当你失去以后 你每天想念的都是这些 你旁边有躺着一个人 对 对面坐的人 跟你一起吃饭 对 你去到哪里 他都在你的另外一边 像我每天晚餐时刻都跟大家在空中见面 哈哈哈哈 哈哈 就是 我现在也没有自己的晚餐时间了 哈哈 对啊 我刚看到她还在那边嗑那个 面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 她只要 你只要 嗯 抬起头你就可以看见她 嗯 这也是一种安全感 对 所以 我觉得 这首歌 应该算是我的 那叫什么 什么条件 折偶条件 还是什么 嗯 折偶条件 就以后 要很无聊的人吗 不行 哈哈哈哈 就是 如果对方喜欢我 回去听一百遍 哈哈哈 如果你可以是这样子的话 哦 那可以再说 好 是一个有趣的无聊人 不行欸 你很烦欸 你 不是啊 就这样每天可以有这些日常 他总得要有一些 可是要有趣哦 不行跟无聊的人 我会发疯 啊 无聊的有趣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主持人怎么一回事 哈哈哈哈 一定要我说可以 所以你喜欢的感情状态就是这种 是吗 就是平平淡淡啊 嗯 对 可以陪着你一起 对 可以陪着我一起 很多的时间可以陪着你 就是 如果很忙怎么办 是你没办法陪着他怎么办 嗯 嗯 我觉得应该是 嗯 两个人都要先 讲好一些 原则吧 OK 太理性了吧 哈哈 不然的话 你也不可能都 至少你 忙到一个阶段 你还是要想到对方啦 嗯 如果你决定要经营一段感情 就要用心经营 确实也是 嗯 那你自己 平常的时候有喜欢听 情歌以外的歌吗 我回到家就是 那种像Spotify啊 KKBOX 就是YouTube的Music 就是播 让他自己这样播啊 什么新歌也有 流行歌吗 流行歌也有 华语 流行歌 他都会自己推新歌啊 真的假的 那你最近有喜欢听哪一首吗 没有到细听欸 他就是背景音乐 哈哈哈哈 好啦没事啊 因为毕竟最近就是在宣传期 腦袋里面应该都是自己的歌 对啊对啊 嗯 那你最近唱最多次的是哪一首 最近唱最多次 不自觉会哼起来 坐电梯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蜿蜒去这夜玫瑰台 这一路走来 归零后释怀欸 又是归零高 我也不知道欸 哈哈哈哈 前阵子是情歌比情人还懂 啊 对 去哪哪里在那边 感谢情歌 总是比情人还 我都会唱了 对 好来 嗯 我们待会要进入下一段了 好 先进广告 我 心都变斑驳 我 到准了 我 的情太幼稚 我到身边说我爱你 好 ready 又是我 勇气 就一起在一起 就一起在一起 如果如今时才能 我 过得下去 宁可让你不再是 我的天气 没有奢望一路都是 万里无语 至少在雨季后 要能 看见花季 你没那么聪明 我没那么粗心 就只是舍不得把自己 叫醒 隔着心是拥抱 因为很想珍惜 但对太努力的爱情 都是悲剧 怎么情歌总是比情人还懂 情景 情景却不亲密 那种寂寞 我 在一个屋子 在一个屋子 还有手机 沟通 有 不觉得奇怪的人 我刚刚前面聊了那么多 包括演唱会 然后包括这张专辑一些比较重要的歌 还有比较重要的一些情感 还有你们大家要情乐的东西 都已经献给你们了 我们的心脏都已经献出心脏了 我的天 你们以后客气一点好不好 对我的好姐妹 不要在那边情乐她了 好的 这张专辑过后 我刚刚跟梁洪英在没有开麦的时候 就聊到说 那你觉得做完这张专辑跟演唱会有没有遗憾呢 然后她就说了 我想不到等于没有 等于是没有的 然后也说跟制作人说好了这张专辑不留遗憾 对 虽然有一首遗憾的歌 她她虽然 我觉得表演本身 或是专辑本身 她一定会有可以更好的地方 但是至于我现在的状态 或是我对这张专辑的期待 我已经觉得大家非常棒了 已经很好了 我也觉得我有做到了 可以再继续的空间留给下张专辑 没错 下一次的梁洪英 这样我们才有东西可以聊 OK 我会继续努力 那演唱会结束了之后 专辑是16号发行 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 今天实体发行了 大家可以买得到了 对那些在演唱会没赶上买专辑的人 今天已经买得到了 因为那天很多人要赶车啦 其实 对有点晚了 那还有什么活动可以看到 你可以把新专辑拿给你签的吗 嗯 没有 哈哈哈哈 你会没有什么活动吗 有吧 有吧 有啦 对啊 已经最后一段了跟大家说一下 我还可以拿去哪里看到梁洪英 去看我的IG啦 我都会po 好 现在让我想我真的进不起来 好 就如果你到现场 你有拿我新专辑来 我是可以签的 就是在后台啊 或者什么 好那如果就一次带16张可以签吗 嗯 加班的意思吗 哈哈哈哈 不要这样喔 买来送朋友 我真的有欸 从那我拿第一张专辑来 然后中间单曲的也有 然后书也有 他就对了一大 大别来 一次签到包 只签新专辑 好了 我觉得可以啦 只要是我的作品 毕竟大家都 好他自己说了 梁洪英自己说了 花钱支持了 我觉得我是很 原意签的 不要让我赶不上车就好了 OK 所以 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的话 大家就是密切的关注梁洪英的 Facebook还有Instagram 对 没错 好的 还有催吗 有催吗 催 有啊 很久没更新了 那是不用去催了 还是可以啦 还是可以 就有关注梁洪英的 各个平台 平台 是的 对的 谢谢大家喔 谢谢 Queen 这是最后一首歌了 就是也是梁洪英自己的作品 代替你说晚安 晚安咯大家 晚安咯大家 今天谢谢梁洪英 也谢谢所有的听众 这也是闹着玩乐 我是DJ 魏如云 我是梁洪英 大家晚安 拜拜 明天见 周三愉快 拜拜 那些故事是别人的 相当的旁观者 若流泪不过时 太累了 却不是心痛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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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没睡 没你的我 只是受了一点 晚安 此刻还有谁 能够对我说 平衡的手心和交接 爱 出不到你的温柔 出不到你的温柔 出不到你的温柔